似乎 掉了 都订婚了 在大家面前 连手都不拉的 蘇芸就是比較內向 不太會表達而已 誰說我不會表達 小蘇 你们是不是因为什么吵架了 冯泰 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 恩爱啊 可以装 但是 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 不管你们有点什么 我觉得 小苏你应该主动点 轻小沉一下就好了 好不好 我们算是喝好了吧 来来来 我们举备 你从往我这儿跑 你老婆不会发现吗 你说白礼 她再不会像你似的一身一跪 我的身体好用吗 我拥有一切你没有了 别过来 你的人生就是个笑点 从我的脑子里滚出去 滚出去 快去 他的妈妈 让我们来丢遣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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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看来 为了让大家相信 我是宁墨枕 我必须要了解 他的过去 喂 彭医生 你今晚有空吗 宁小姐 请坐 宁小姐 好久没来了 之前 我因为事故 好多事情记不清了 上一次 我来找你咨询 是因为什么事 宁小姐的症状 很像是选择性失忆 但不过 有些事能忘记 也是好的 可是 我想拥有完整的记忆 是因为童年时期 受到了一些疮伤 你父母很早就离婚了 父亲很快也再娶 还生了一个妹妹 你的继母经常虐待你 但表面上 却装着一视同仁 你将这件事情告诉你父亲 但是你父亲 受到你继母的蛊惑 不相信你 从那以后 你对男人极度失望 但又极度渴望 意思是 我很不相信男人 但是 又很需要男人的陪伴 所以 会想要找很多的男朋友 去试探他们的真心 宁小姐 这些思路很清晰 跟以前确实有些不一样 毕竟 重活了一次嘛 总会有些不一样的 喂 明天晚上 我约了苏鱼在W酒店的 空中花园见面 你一起来吧 宁莫熙 你又想干什么 苏鱼答应了吗 我就问你 敢不敢来 你的激将法真拙劣 激将也好 请将也罢 我们等着你啊 如果不来的话 就只有我和苏鱼 看这出好戏了 这个宁莫熙 你又要干什么